男子李靖想亲生挑最好的朋友林靖嫂六男童同父黄泉病情有人陈天经协助乐童 两男一二审都被判无期徒刑最高法院认定李靖犯罪动机与无差别性杀人血腥攻击 灵虐待杀害等程度有差异非属情结最重大犯罪不应判死刑 两男无期徒刑确定 32岁的陈天行曾就读嘉义大学兽医系当过兽医助理 他因到泰国旅游而劫持李靖 25岁李靖因决生活经济压力大 萌生寻短念头 他匡城市并藏业主管 掰杀了同业的小孩 你就能赚50万 还承诺升他当主管 前年5月12日 李在放学的男童到都屋处 陈类住男童脖子 李检查男童已贪婪 向陈笔 OK 是一颗松手 李抱持到新竹另一租屋处 自己服用FM2等药物 释放水烟 试杀 虫剂试图自杀 陈则到嘉义参加同友告别式 家长找不到男童报警 警方寻货男童时 他早死亡 李则意识不清 检方依杀人罪起诉 新竹地院认为 陈天命令进行事 为了钱财和职位才杀童 而李五岁时父母就离婚 高中毕业及一人生活 只能卫装自己 又骗天真的孩童 他仅想死后有人陪伴 两人都有可怜之处 为判死 独生子遭杀害 父亲痛心疾首 高院辩论终结石 恳求法官判凶手死刑 但臣却喊 我信了基督教 要死者父亲 不要被仇恨蒙蔽 检察官听到凶手镜主动要求被害人 不要被仇恨蒙蔽 像庭上历程国家应以刑法彰显保护儿童生存权的决心 检方表示 不论是台大的精神鉴定或警大的心理横见报告 都无法排除理 净反社会人格也就是没有交化可能性 且他2014年就侵害十多名儿童 因与社会永久隔绝 检方批评 理自称想自杀 但安眠药剂量根本不足以致死 说辞不可信 家属委任律师带艾芬改向高院 申请鉴定男童父母的心理状况 母亲心理资伤58次 仍有寻短念头 而父亲的疮痛精神鉴定也显示沮丧 悲伤空洞绝望 他说 死者已经无法替自己说话 申请鉴定被害人家属 是想将悲痛具体化 让法官参考 男红父亲向法官说 人生悲苦 莫此为甚 希望两人判死 但理的律师辩护源头在于他智能偏低 他已认错 罪不至死 成的律师主张诚实是愚蠢 高院表示感同身受死者家属悲伤 但凶手的动机与有严重偏激观念 及反社会性格者人不同 很明显不是无差别杀人 最高法院指出 公正公约规定情节最重大之罪 在同属故意杀人 仍需事个案严重程度 并斟酌当前国人法律感情 客观审慎的综合考量 男警应符合某项条件 如杀害少年及说属情节最重大之罪就处死 而本案并非属情节最重大犯罪 检察官认为应处死 而李靖上诉认为量刑过重 都没有理由杀害男童的李靖 又陈天行被处无期徒刑确定 记者王洪顺摄影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